大家好,我是小青 今天来教大家手动操作食谱 肉松 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任何添加剂 所以在一开始就提醒大家不要放在 外面,一定要冷藏 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我们先来称出来300克的梨脊肉 或者在加拿大里的时候叫猪柳肉 就是很瘦的 我已经提前切好了,大概3厘米 大小 我们把称的功能点出来 第一个就是称 好的 301克 下一步呢 我们要加入15克的姜 50克的葱 姜呢我提前切片了 葱呢切成这种小的段 我都直接放进去了 可以再归零 当你需要称下一个食材的时候就归零 50克葱 还需要什么呢 八角一个到两个,如果你喜欢这个味道 你就稍微多一点点 好,再来呢是一些这个花椒味 你可以拿出几粒花椒放进去 当然我们食谱的是建议你放在一个料包里面 也可以的 好,接下来归零 我们来加入一些酒 需要15克的酒 好 再来水 750克 归零 好,这样呢我们就把食材都放好了 盖上量杯盖和煮锅盖 我们来调这个时间 先把所有的肉呢带着味道 我们煮一下啊 20分钟 温度呢是120度 好,那么我们记得呢 开启反转键在速度的下面 一个刀一样的这个logo 最迈速度小勺子就OK了 好,那我们过20分钟再回来 好,我们还剩下两秒钟 时间到了夜响起 我们等待它自动 解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煮的这个肉在底下 哇 因为呢 它是说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葱姜调味料 放一个乳包里面 一个纱布包里面我没有放 好,看到吗 我就把肉这样挑出来就好了 你可以把水倒掉这样容易一些 所以呢是这个 黎脊肉或者是这个猪柳的话呢 它全部都是瘦肉 那我们做肉松呢 要用的就是这一种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肉松呢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小baby吃 当他要开始吃腐蚀吃肉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相似的方法 那么来做其他的这个牛肉啊都可以的 好 我们把肉都挑出来之后呢 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煮好的 等一下还要把它撕碎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烘干的一个过程 好 那把肉都剪好了之后呢 把煮锅清洗干净 葱啊姜都倒掉了 我们清洁了煮锅之后 把这些肉都倒过去 现在开始加调味料 首先是蚝油啊 这是我的蚝油灌在这个蜂蜜的罐子里啊 所以里面不是那个蜂蜜 是蚝油 大概一茶匙 所以稍微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加盐半茶匙 我的两勺是一茶匙 所以我大概加一半 好 再接下来是老抽10克 那我要用到秤了 把秤点一下 老抽 老抽上颜色 10克 好 归零之后我们再来加糖15克 当然你如果做的是baby腐蚀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加这么多的调味料啊 好归零 然后我们加15克 当然我们自己吃的你也是可以减糖的 好 盖上煮锅盖和凉杯盖一起 手动的来调制 只需要5秒钟 把里面的肉都撕碎 好 速度从4到6 好的 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呢 看得到吗 已经有点撕碎了的样子啊 好 那接下去呢就是把里面的这个液体把它洗干 就可以出来毛茸茸的肉松了 那么怎么洗呢 怎么冲烘干呢 就是20分钟 手动条啊 然后温度扭到最大 Varoma也叫做蒸煮煎 好 正刀反倒没所谓 因为你里面的那个肉已经成丝了啊 好 速度扭到2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不要盖量杯盖 这样才可以把里面的液体都通过这个洞口来挥发掉 然后我们过20分钟再回来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哦 好 我们还剩2-3秒的时间就到了哦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还真的是毛茸茸的肉松 我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特别干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时间也可以啊 你先来看看这些做出来的肉松的质地 偶尔呢 偶尔呢会 也会有一些块 就是它没有完全的弄好 那你就加时间 再让它多打一会儿就好了 好 那么这个锅的底下呢 它会有一层这个肉在底下 那么干在那儿 你用热水可以加一点白醋 泡一会儿就好了 好 再看看我们做好的肉松 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好 我的镜头在哪里 好的 好 那我的肉松要做什么呢 其实接下去我是想做这个肉松小贝 我会再开另外的一个视频来做啊 好 可以挑一挑有这种肉块的 可以把它拿掉 好 记得大家要放冰箱保存 因为我们没有防腐剂 和你在超市买回来的肉松是不一样的 好 今天的肉松我们就交到这里啦 下次再见 拜拜